中文字幕不繁榨 好同一片歡樂聲之下 PART II 玩具TV 第3季 第4集 第4集 第4集是《圓形不露》 這次剛才說完當作 不過看上去的尺寸好像有些出人 是 為甚麼呢 這是一個小的尺寸 1比28 尺寸和以往是不同之外 其實它這個比例我都覺得挺正的 因為它幼的人其實是2.5吋 可以看看 它以前本身整個Series 都浪費出 沒浪費出 本身大家都在來到動漫節 動漫節本身今次ORITOS都會有會場限定 膠紙都未拆 所以這款是否會場限定 其實我想說除了ORITOS本身 一路出開的Series有會場限定之外 這次非常正的就是 桌面這一雙東西 都是地球上的會場限定 為什麼說地球上呢 因為SDCC 香港貿賣節 台灣甚麼節 泰國甚麼節 那些甚麼節 都會有這一雙1比28新系列的 Axid Ring 產品做會場限定 看見兩位其實今次爆爆得很爽 其實已經拍攝過了 本身大家如果是一些重度的Axid Ring 迷 都會想起以前第一隻 Axid Ring 產品是甚麼呢 Stronghold 所以今次1比28的系列 同樣第一隻都是Stronghold 其實大家都看到本身的工具 和原本3.75吋 其實看起來很飽 看起來分別不會太大 不過今次產品上是否有些獨特的東西 我現在就這樣看 它是簡單一點的 它沒有舊化 沒有上色 但是膠色很漂亮 就不會怕畫畫 就是玩的時候會畫花 它是玩具香一點的 就像之前那種 有一點精品化 那隻就比較 還有那些公仔可能有布料 如果我沒記錯 有布料 有頸巾那些東西 這個就像是更加玩具香一點 就是純玩具 之前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就問為何沒有舊化呢 他們就說 其實不是 因為你看到現在為何身體還身體 和其他部件還其他部件 其實接下來他們是可以組裝的 如果有人問起說起 如果舊化的話 你可能其他東西 會有match 還有其實有些人現在是喜歡 這些size 其實是自己玩舊化 其實一來 二來我就不太介意他有沒有舊化 一來他 暫時來說 應該是第一炮 是 他這隻色很漂亮 是 他這隻灰色很漂亮 是 這個是一個特別版 是 我就不太介意他有沒有舊化 二來呢 其實我有一時覺得 香港 我昨晚 我昨晚都說過 我暫時覺得 因為現在 香港文具公司 很多都玩舊化 例如油漆那些 很多時候他們舊化完之後 油漆的處理 和關節 好像還未配合得很好 好像絕著 或者譬如你動的時候 有些漆會脫 如果純以玩具來講 可能因為我自己 始終都玩日本的東西 我就不太介意他這樣 當然 顏色要漂亮 大家都知道 你玩膠玩具 深色的東西 會比較純眼 如果你出一些淺色 膠感會比較重 看上來會比較便宜 所以 anyway 暫時這個來講 雖然它是全膠 但它有些位置有些銀色 它的配色是 挺有品味 所以這句 很合心 所以我喜歡這隻色 講完就是這麼多 色相來講 我是欣賞的 其實我自己有玩 開Acid Ring 都想說少少 本身它的尺寸是小一點 但是 其實剛才Walker都講得很清楚 本身因為這個系列 會是玩具香一點 玩具香的意思是 它本身有很多 即是換味性比較多的點子 帶一個比喻 例如剛才講的 或者Gucci也叫做沒有上色 所以你玩的時候 就不會特別有一種 黏粒粒的手感 一定不會有的 還有 真的最精彩的地方 是它可以有很強的 的回緩性 其實我自己 對於這麼小的尺寸 就很有興趣 尤其是動作 因為有時候 你會帶出去拍照的時候 就很方便 尺寸 而且還有這些 香港地玩 真的可以 帶出去拍照是很棒的 而且它的可動性 不會因為比例 小了而減少 人的可動性仍然是高的 因為本身我現在很開心 在玩的那個人 不好意思 暫時我在摸摸 我想真的有二十幾個可動關節 看看 這個 這樣 OK 而且你不用怕 那些東西脫下就脫下 脫下就不會覺得難 OK 所以它可以很盡情地 不需要有什麼考慮去 向它撕捕 撕藥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看到它這間公司的構思 剛才我太歲說 它將來可以組裝 我組裝這間玩具的時候 你已經很感覺到 它其實留了很多空間 很多筍位 你可能你儲下去 你可以這個拍這個 或者轉一些 你已經可以預計到 它可能有第二個形態 然後你可以交換來玩 你知道它的定價是多少嗎 定價 其實它有寫過 小的那一塊 這一塊 值得玩 只有兩塊多水 沒有記錯的 補充值得玩 另外大那一塊 有五塊多 沒有記錯的吧 也是那一句 因為其實本身除了會場版 這款Speed Mark 1 和 Stronghold之外 它接下來都會有正正經的系列出 當然有大家期待已久的人仔 另外就有沙漠式 和正常式的 Stronghold 也都會有另外一隻顏色 我沒有記錯 就是沙漠式的Speed Mark 1 有錯請更正一下 我真的沒有記錯 暫時來說 看上去是挺欣賞 OK 價錢一般 我又不覺得算很便宜 但是 正常 現在是今時今日 大家都知道 所有東西的皮肺都貴了 正常 但我挺欣賞它 現在可以組裝式 配不同的東西 可換性 先變成機械人 也好 真是悶悶 看不看到 其實我想 玩Exit Ring 有度好 它本身的變形機構 就不會很複雜 所以我想 都不用看說明書都可以吧 應該很簡單 不過它這個 就不是完全變形的 這個位置應該要拆出來 阿滴在拍我 這個要拆出來 就是變車的時候 它有兩個洞 變車的時候 就要插前面那個 如果我沒有看錯 我沒有看說明書 我只會這樣看著 盒子的照片 來變 那隻腳就是這樣 就是剛剛 其實這個是那個洞 弄下來 這樣 那隻手呢 先 應該沒有搞錯 這個是 手指 有可動手指玩 不錯 我更簡單 本身Speedda Mark 1 它的設計 都是把腳 就是車輪的位置 轉成腳位 上半身 這個載具形態 其實就不會很大變動 你繼續說 其實這些 這些磅體寫字樓 可以的 這些尺寸 看你做什麼工 沒錯 看你做什麼工 大哥 那裡是災區 這個是 我暫時來說 玩下去 非常得心應手 就是關節 不會太鬆 不會太緊 不會掉漏漏 那 就 我想 剛剛 是不是阿德 你說 你喜歡舊化的 就自己 自己做 其實阿迪可以 鬆近一點 的人仔 我想說一說 其實 尺寸很小 即是兩寸多 那麼 頭吧 手較位 前後當然沒問題 肩臂 肩臟 手肘 手腕 腰 腰其實 還有 這個向前經 和向後傾 其實這個人仔 挺好玩的 腳 另外也有這個 鑽軸的 大腿那裡 變成了 膝頭 腳腕 所以變成其實 雖然是 兩寸多 但是可動性 是可怕 我用可怕來用 不過應該這隻膠 照計玩耐了 我想 不會太鬆 照計 不會太鬆 因為 既然 動得這麼誇張 我是擔心 將來 會不會玩耐了 整隻東西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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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似乎應該短期內 都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出得不錯 這間公司 你以前有沒有出過什麼 這間公司 我反而想問 應該 牌子就是B25 二五仔 不是 B25 甚麼都好 Bay for a company Bay for a company 但我很喜歡它歪 真是 Anyway 應該都會是 一來正式授權 二來本身也算是一間 我當作是新公司 因為始終 名字是B25 應該和Ori Toys 是否都是分支 我不知道 對不起 沒有心急 純粹玩耐 原本今天是想聘請設計師 但設計師不在香港 上海 總之動馬節的時候 我們會訪問他 我約了訪問他 因為由他講 再細節一點 為何會有尺寸 比例 以及很多細節 譬如說 它是用了混色的 所以雖然沒有上色 但各種顏色 出得來挺吸引 對 很多細節上的東西 其實是不同了 有些東西 跟Hesling的大比例 尺寸有很多不同 如果說回產品來說 我挺喜歡這個尺寸 除了一大件的東西 其實小小的東西 是很吸引的東西 而他的可動性這麼高 我覺得是好玩 站在玩的立場 拿著它 所以其實如果少年土豪 有看這個節目的話 又是你兩產的時候 還有這些 我相信你們 入境的時候 就算不要合入境的時候 都比較方便 入境 甚麼 無關 你沒有這些問題 完全沒有 你沒有女朋友 完全不用擔心這件事 暫時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 其實現在是特別版 它發售的時間 就是在 動漫節 8月後 但動漫節 就有特別版的發售 真真正正的Wave 1 是過了動漫節 也有 它有 叫做三款 人仔一款 另外Speeder Mark 1 一款 Strong Hole兩款 都適合以待 好的 好 這次又玩了這麼多 還未完 直播會繼續 接著是Transformer 對 最好我自己把水貼放上去 或是舊花 睡著的演員到處 哈哈哈哈 睡著的演員到處 怎樣 學生仔 你先煮麵吃 有芝士麵了 不吃就不吃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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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